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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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口说到马 大家好啊 昨天这个鸡也买了 锅也买了 今天咱们就试试吧 在那写的秘制酱料 全国多家饭店 供料中 将鸡肉 焯水捞出 水中 放适量料酒 然后将 焯好的鸡块 放入油锅 炒至表面微黄 然后再放 葱姜蒜 放入酱料 加开水 没过鸡肉 炖至熟乱后 收汁即可 不辣 这是特意买的不辣 通化式 啊 怎么着宝贝 哎 现在有太阳 你把你那太阳能电池拿出来 通通电吧 把你那机械狗拿来 装上 那天跟老大把机械狗给装上了 但是晚上 晚上 晚上没那个什么 没太阳 这个 中国这些玩意儿做的真好 二三十块钱 装了两个多小时 来来来 展示展示 宝贝 放下 哈哈 哎 好玩吧 来 来 你把那个把那个太阳能电池拿出来 爸爸给换上 电池 对啊 太阳能板在那呢 水开了 看这个昨天买的一只鸡加三个鸡腿 正总 这不少呢 我都怕我买的那锅小 胳膊下 我现在明白啊 这马来西亚为什么有两个厨房 马来西亚别管公寓也好 这种土地屋也好 都是俩厨房 以前叫什么 干厨房跟湿厨房 搬到这我明白了 那我那个邻居家 他们做饭 他后头 包括这边都有一棚子 做饭都在外面 凉快 就是你做那种隆重的 又得炒 又得什么 又油烟的那个 人都在外头做 比如说早餐啊 什么煎个鸡蛋啊 或者简单点 人就在屋里做了 所以我现在 你像这复杂的 又得 又得煮 又得炖呢 我也在院里 这 西方士林 我的好朋友 小独的老娘 和老头 年生儿 别心有 一大把花椒大料 还抓了一把盐 把这个沫子撇一下 看看这葱 多两个 我这茄子估计该摘了 昨天0比2输给上海了 我喝了两杯白酒 三个啤酒 直接就晕了 这喝酒啊 看来跟那个心情也是有关系 来来来来 炒鸡鸟 吃完了涮饭 涮到谁谁说了啊 谢谢 哈哈哈哈 白老师真狠啊 先练练 按说明书上啊 炒制金黄 把葱姜蒜 炒 大盖跳小盖 闻不出来这是什么味 这个酱 这个颜色啊 还有这什么看着跟那个 铁锅炖柴火鸡那个 差不多 他放的酱大概起就是这样 没准也是从国内进的酱料 省事 因为你在这边 本身调料就买了起 放了酱以后还得再炒 稍微再炒几个面 把这个酱里面炒香 酱里面刚才打开的时候就有油 来看看这样 是好大的风啊 炒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现在就加水了 我觉得味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开始就应该稍微淡一点 因为他会越煮越咸 越煮越咸 让他先这么着 关个小火先炖一会儿 其实没事咱聊聊 华人为什么不吃牛肉 是我的理解啊 我刚到这来说 跟他们吃饭 有的人说我拜天公 不吃牛肉 我就好奇啊 这天公是谁啊 上网查了 有说是玉皇大帝 有说玉皇上帝 玉皇大帝也好 玉皇上帝也好 都是异想神 就是没有这个 是大家挺想象 想象出来的 还有人说 说这个拜观音 拜观音不吃牛肉 那这个观音啊 大家都知道 观音 佛教里头也有观音 道教里头也有观音 藏教里头也有观音 是吧 布达拉宫里头 也有观音教 大家教法不一样 有叫观音大事 你也叫观音娘娘 拜观音 那这就属于佛教了 佛教也没有说 不吃牛肉 对吧 就甚至佛教 都没有说不能吃肉 那有人又说 说这个道教 说这个 这个牛嘛 是这个老子的坐骑 然后还有人说呢 说这个牛是观音的爸爸 不能吃 那我查了一下 好像有一个 小城佛教 有一个故事说 观音的爸爸 是投胎去做了 做了牛了 但大城佛教里头 没有提过这事 后来我就觉得 我个人认为啊 那华人为什么 都不吃牛肉了 是传统 华人保留了 很好的中华传统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都不吃牛肉 因为这个牛啊 是一个大型生物 而且呢 是重要的 这个农业生产工具 你家里干活 种地种田 这个是牛 那古时候 在这个礼记里头 就有说 君王设计 用太老 太老就指的是牛 诸侯设计 是用这个祭祀 是用少老 少老就是牛啊 不是 太老是牛 少老呢 就是羊啊 猪啊 就这些东西 你想你普通的普通的家庭 都不可能有牛 你没有 你怎么可能吃到牛肉呢 那只有过去皇帝祭祀的时候 祭江山设计的时候 才会杀一只牛 那平常大臣诸侯家里 祭祀 也就是说 杀个猪啊 杀个羊啊 小点的动物 所以自古 从就是自古华人 就都不吃牛肉 以前香港还有台湾 也都不吃牛肉 我上网查过 台湾不吃 香港也不吃 但是随着这个社会往前发展啊 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那香港基本上 现在已经没有说不吃牛肉 这说了 香港人也败这个败那 那台湾也也也也不也开始吃牛肉 那这个还有一个什么 是跟这个就是民间传说有关系 就是最早的时候 民间传说就是牛耕地 这个全首业 狗首业 所以这两点东西在民间都不吃 这牛就不用说了 还是说到那个农业的牛 牛是作为农业的生产工具 就不能吃 狗呢 狗是看家护院 也不能吃 就是从这个人的这个心地善良 这个角度说 这这两个牛也不吃 那现在有华人的地方啊 什么香港啊 台湾啊 就年轻人都已经不那个什么了 我看可能基隆坡 现在吃牛肉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那只能说是咱们槟城还保留了这个传统啊 那能保留多少年 那就以后再说了 反正现在是不吃 他为什么不吃 我觉得跟那些宗教没有关系 就是保留了传统的这个中华的这个传统 而且呢 这个这边人有信仰吗 心地都善良吗 啊 这个这个耕地不能吃 再有就是多多少少啊 可能受一些印度教的影响 因为这个牛在印度是神吗 印度教是不吃牛肉的 那最早这边又都是福建后裔 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啊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也是最早印度教传道的地方 就是福建的泉州啊 湛江啊 就反正福建那几个港口吧 就是最先进入 我已经关火了 现在要尝一块 泡一下 在这汤里泡一会儿会更有味道 来一块比较难熟的 其实鸡腿还是比较好熟的 尝尝 咸淡 咸淡我觉得也还可以 这个酱料吧 没有没有清淀到我 但是味道应该还可以 最起码省事儿 你不用放这放那子 瞎折腾了 一会儿洗点菜 把这个电磁炉 跟这个铁锅 拿到屋里 人一来一开 把什么土豆啊 豆腐 菜啊 一甩 别吃 别吃肉再吃菜 味道不错 今天lucky高兴了 lucky lucky 来来来来 吃骨头了